我今天很興奮發出一些大新聞 我們有兩個新的驚訝任務 睽違30年NASA週三宣布終於要重返金星 而且這次更是1978年來 美國太空船第一次升入金星大氣層一探究竟 兩趟任務預算各5億美元 預計2028到2030年出發 其中Da Vinci Plus要分析金星大氣層 判斷當地是否曾經有海洋 而Veritas任務則會探索金星地質歷史 還要畫出星球表面的樣子 NASA花大錢調查其他星球 其實也能幫助人類為地球解密 不只NASA 民營航太公司SpaceX 也努力揭曉天文奥秘 我們努力揭曉天文奥秘 SpaceX第二十二次載運任務 美國時間三號會帶著短尾魷魚和水熊蟲 兩種生存力超強的生物上太空 看看他們如何適應惡劣環境 另外更首次運送辣椒種子到國際太空站種植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等你喔